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看看第六场的四班一千席路赛 有一只猫很厉害,十几元,近张大师 就当他精英大师那样 试集也是这样说,精英大师来吧 看完这场赛事,我听到感觉 你好像是精英大师回归了 其他那些都不能跑 他出集就快了,我们试集看到他 前快后快最恐怖就是什么 过中点那段就更快 而且他纯熟,他是初出马 但是他完全是一只舊马 他是纯熟,没有那些古灵精怪 那些自乱那些问题 这里你看看是跑到半程 开始已经有换敌姿态 再跑多几步,你留意潘顿在做什么 这里都没用骑,旁边已经打到开花 电路7号,友谊之街的那些,亡人 都算招职,真的很轻松 基本上,潘顿也没有伏低过 潘顿也是,手一直摸摸摸摸摸 很明显,他也不是四班马 他试集而已 试集也赢3,这样试集也赢3个马 大概赢3个马 好了,我们看看另一个镜头 有一批初出马起步比较轻 那批龙东传城,他试集快 但今天起步特别轻轻 他试集快,但其实24号 他退出过,不入门 他有很多东西 他走三圈的时候,一看一看一看 我们不要想着看前面 前面那批的景 其实后面有一只好轮嘴 连离腹像,起步也是慢 结果,制遇更差 他一直被人押在外兰 前面那只自己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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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出门的时候,出门也不算很快 所以会不会有些藉口呢 那真是可憐 这个第二他应该很符定 结果因为早段那里滞后 回到来追就追很多 但不好意思,太迟了 留意最迷边那只重数成名 红武六三 打了两边,美那几步都不为以甚 始终是三岁马背着重磅 三岁马背着重磅 跑线相当不利 其实一样都齐 其实不是很弱的 好了,我们看看第六场的分段时间 头短是13秒71 第二段20秒34 每段21秒66,总时间是55秒71 这场赛事的紧张大师 真的很厉害,初出已经即胜 看到初出即胜 赔率1.5倍以下的马匹 好像有些忠心勇士 姓德威风 其实看到这场赛事 紧张大师的赢马姿态 的确挺笃的 这些数据一一年计到现在 大部分的马都不100分 80分 起马旅游王者已经是最失败的那一匹 但是今天看张大师 起了一步,到他赢了一马 回到终点海船门拍照 我真的有些感觉好像精英大师回来 真的 就算去不到精英大师 即是你说有两班在守 都保守估计 坐着二班顶的马 那可不可以到精英大师 即是一代马王 当然,这个子賴后话 如果进度好的话 也不是很奇怪 精英大师跟紧张大师 两班大师相隔的年份都很远 精英大师那个年代的对手 应该也没有那么强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这四班马真的不是人敢品 不过这样 我们又看到那些马迷 讲关于紧张大师的事情 是的,有个新环子 就是马迷讨论区 看到今天那些马迷 都挺踊跃留言 首先有朋友问 为什么紧张大师的头 是有配备的 因为走圈的时候 都看到他戴着一个 黄色的头套 其实这个是不是马匹的配备呢 大家都可以解答一下 要留意,这个配备要申请 是什么呢? 你从沙圈直至走到闸前 那你去到闸后面就要脱 因为竞赛就不能带着这件事 那头套就 整个过程就是可能 就是淡定一点 就是等他情绪 问题都不大 因为他跑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配备 配备是说跑的时候 用不用的 这个就不能用的 在竞赛上是不能用的 不知道会不会比赞英大师 我说我的感觉 希望他可以 希望他可以 因为看到今天赢的姿态 真的很好 那我们先看看第七场 第七场 这场四班千尔迷的拆组赛 那我们看看第七场 这场的拆组赛 有没有什么马值得跟进 看看这个赛事片段 这场四班千尔迷的拆组赛 因为我们看了其中一场 第三场包装长胜赛 那场我们就没得出来说 那这一组 其实如果对比那一组 我自己的感觉 水准应该就没那么高 不过这样 好就好在水准没那么高 变成那些质身马 好一点就搞定了 有两匹 一匹是怪兽骑兵 另一匹是乐天派 看看他们怎么跑 其实怪兽骑兵的途中 有点阻滞 刚才那里查过一尺 但他就不选择在里面 场地走 在外面走上来其实冲势很好 怪兽骑兵 乐天派他比较厚一点 其实一马之后都挺柔 他是纯熟得来 他较柔一点 我想这个马要饱先射 是的 五马那么短马 而另一只就没那么好彩 就是排外档 迫着要自己试试 带头就得力补驱 他不是很差的 回到来 其实都跟省王才都拼得很远 但问题也是 你三岁马背着重磅 你还要走去带头 那当然难一点 毕竟第一次对着那些跑着的马 就是队里 之前都跑过来側身的马 但我觉得已经很聪明了 外面冲的怪兽骑兵 乐天派就看到没有那么紧张 除了眼神卑兵 今天直升旺床的位置 大位都不好 在美场加州得讯 其实前那些尝试 那些疑蝶望空全部都不好 放头也不好 放头也不好 外面冲的怪兽骑兵 反而熬油之星跑一下 会跟马 他不是一次的 上季尾已经可以了 现在的马很多都承接到 上季尾跑得好 今季的状态都能保持得到 上季尾五班 什么重磅 他跑到第二 当家信心 省王才又怎么看 你会否今才有点失望 当家信心 进度不够理想 当家信心 我们看看第七场的分段时间 头段是24秒8 第二段是22秒5 末段是22秒11 总时间1分9秒41 好了 我们看看这场赛事有什么图 值得大家跟进一下 好了 这里看到图表在我身后 就是1819年马龟资金 三岁PPG ISG 在九月份的成绩 总数是33次 也有一达 成绩的 升出率只有3% 对 不是很高 还没有计算负榜 那三岁 在九月背着33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吃虑的 所以刚才有提到 重组成名的人 摆得不厉害 对 他三岁在九月 要背着那么重磅 还有要留意 赢得只有一匹 上名都很少 这个真的要小心 所以三岁马 九月 或者不要说九月 去到十月 十一月 都还有时间 才去到三岁尾 所以这段时间 对于三岁马 就算上季 跑得挺好的两岁马 都好 你都可能要先避一避 我记得上季 好像到十一月 那三岁马赢了 其实比起以前更迟 以前更迟 较吃力一点 看看那个数据 大家之后会否选择 方便一点 好了 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图表 另外一个图表 就是在今天 欠跨季孖宝的赛区成绩 其实都不错 因为总共有九匹马 里面是拿到三位 两Q 一个第三名 似乎上季表现不错 今季都延续到 何止不错 看这个表 看回今天哪些马 三个赛区赢了 肥仔厉厉 包装长胜 会长之胜 连第二名那两匹 雪山非狐标之未来 其实都跑得很好的 对手强而已 没办法 而余下跑得不太好 黄龙司令 还有第三 输了三匹 开心大师入伙 因为低班一些 和非霸龙都是余级挑战的 留意 今天成绩就这么好 原来卡伞来周三 很多这些马报名 有八匹这么多 原来可能有三匹出来 都没有 每年都有不少跨季孖寶 是的 因为朱隔短 更加容易有跨季孖寶 所以季初阶段 其实上季尾 赢开马 fit那些马 就算可能大家觉得他能力 未必够同场对手不高 也好 但藉着用态 可能都够赢了 容易承接得到一个主期短的关系 是的 马上回来 上季尾哪些跑得好的马呢 今季可能可以抢头胆汤 其实今季 看到之前欺仙马防 大家都对他见望多高 今季转了转之后 其实很多马都交到很好的成绩 必须加紧关注 这次赛事里面 都有两位骑士是需要停赛的 首先就是第三场的黄晋 就是赤水神区 我们看看赤水神区的镜头 黄晋不小心拆骑停赛两天 直路这边斜出 撞到人 真是大意 离计少少 他自己打完之后 他身都折起来 真的要注意一下 是的 还有第五场的马雅的马神好运 你看看放大镜头 马雅也比较值得 起码他赢得很積極 先赢了一场马 不过也要注意一下 你全天只有马骑 这样也能阻止人 起码先赢了 就是交到成绩 这两位骑士是需要停赛的 这次赛事 其实都有几匹的跟进马 大家都可以留意 卡森是搞了水星2号 是的 其实赛事前也有介绍 因为作为冷门 结果跑到第四 没办法 因为有时我们看到马的状态 如果你又不舍得 知道可能档位不太配搭 但是二十多倍 你又不可以先不跟进 再多一点 最惨是今天 跑到第四 走光了 不过那马就很明显 是漂亮了 我想他今天见不见了草地 都可以了 泥地我认为他也没问题 上季后泥地已经冲得好 至于我的跟进马 就不在刚才说的四场赛事里面 是第十场的超级军团 这些马 其实这次赛前 我都在我自己的专栏提过这匹马 要高度留意 为什么呢 悉尼打比亚军 以及这次赛前试集 他追得不错 这马当然了 由悉尼打比去到现在隔了一段长时间 都好像他是有跑过的 但问题就不在香港跑 来到香港之后也都较迟上阵 但是他在悉尼打比 是赢过菲伦闪耀包装永胜 菲伦闪耀现在100分左右的评分区域 都还可以产生状 现在超级军团只有82分 就这样计算 这条数都十几分在手 今天落到场 1400米就肯定严短 都热身追得这么好的话 我想这马热身之后 家程应该就适合他跑 1600到2000米都适合他跑的马 所以这场赛事既然热身 有些东西看的话 要继续跟进 好 要抹紧他 另外我选的跟进马 就是第七场的乐天牌 其实乐天牌 其实今天的赛事 我自己都挺想继续跟进这匹马 看到他脱了眼罩之后 会不会有些不同呢 因为他之前 比较顶口的神货的时候 表现就紧张 但是这次落到去沙远跑出来 其实在处便冲得挺好的 不过我觉得要增程 看看1400米是否更加适合去发挥 好了 这日赛事 我们跟大家的分享是这么多 记得要上网址 就是www.hkjc.com 重温其他长次的精华片段 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再跟大家研究 星期三谷草野菜开来自 拜拜 拜拜